同样的房间 同样的环境 但是今天聊的话题是不同 上次我们就聊了很贵的蔡司镜头 然后Panavision的镜头 Panavision等等 我的鼻毛剪了 谢谢有人提醒我 不好意思 让大家看了几期的鼻毛 如果你造成你的不适 那就给你看一下周兴时的片段 好 回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昨天我收到一个回复 这个回复就让我想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那个回复就是 当我开箱索尼F4镜头的时候 就底下有一条留言 就讲你买不起2.8 你就买F4 类似这样子就买不起2.8 就买F4 而其实当这条留言的时候 就是我想到 今天的确可能有很多人 是因以貌取人 或者以相机取人 以镜头取人 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 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当你看一个人的时候 你看的不应该是他用什么机器 不应该他用什么样的相机 因为人穿 人靠穿衣服来秤高自己的身份 这个人是因着衣服而秤高的 所以我穿衣服是比较随便的 所以很多时候人的内心 人里面所存在的价值 才是这个人是否应该值得尊敬的 所以有没有钱 驾什么车 用什么镜头 用什么相机 这个人用创作之后 或者他的灵感 他讲的内容 才是应该值得我们去欣赏的 所以不要以一个外貌 去看待一个人 也不要以一个镜头 去看待一个相机 这句话讲的不错 对不对 就是不要以 当一个人拿出一个相机的时候 你说你的相机不够大 这样子你就不是专业的摄影师 我告诉你在英国 一个很高的叫Taylor 或者是他专门拍摄很 他用的是Husserblatt 然后他用很贵的灯光 去拍摄真正product的产品 他的收费不便宜 可以讲是英国数一数二很贵的 或者商业摄影师 但是当他下班以后 当他去Holliday的时候 他带的就是iPhone5 应该是5s还是5的手机去拍照罢了 所以很多时候当你看到他 如果是他拿出iPhone5帮你拍照的时候 你就想他根本就不会拍照 但是很多时候专业的导演 或者很多导演 当他下班以后 他并不是用太贵的相机去拍摄 但是当制作的时候 制作成本就是另外一个话题要说的 但今天我们不要把工作所用的器材 混成平时我们所使用的器材 一个厨师下班以后 他并不是用大锅去炒菜 可能就是他是用的是电磁炉 很正常的 所以拍摄Vblock跟拍摄真正工作的电影的器材 是分开的 电视台器材也是分开的 所以不要太羡慕用很贵器材的人 或者事情 因为你追求的不是器材 你追求的是器材背后创作内容的本身 这个时候我就想带出 YouTube上面的一个人叫DSLRguy 或者他的名字叫Saracan 他是英国曼切斯特的一个人 如果你去留意他整个YouTube成长的频道的时候 他是用很便宜的相机 今天还是用很便宜的相机 我们先看他的intro 好 刚才你们所看的就是他被他自己所拍的intro 你可以看到整个intro 他是把所有的器材一个一个拿开 拿开以后就上面放在一张纸 然后讲着制作电影或者是学习制作电影 所以当你要想学习拍摄影片 制作电影的时候 器材是不重要的 你要把它拿开 真正专注在你如何去说故事 如何创作 然后采用器材帮助到你 所以这些就是他拍摄之前的一个想法 我当他有影响到我很多 我也有一直在关注他 当然他也经历过 分享过自己的失败 分享过自己成功 他到今天为止 他用的还是佳能的T3i 就是说那这样子他没有钱 他买不起什么东西 你就看不起他吗 其实他也用过 Rat Rat W 他也用过Ari 但是最后他还选择T3i 我们先来 我把他的YouTube一些大概的东西 简介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频道 让你大概了解一下他 然后最后再讲解 一 二 三 This is the camera that I've been us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3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你会发现当他用T3i的时候 但是他的声音用的比他相机还要贵 他用的就是Sennheiser 416P48 加上Zone的H8等等的器材 他声音的器材很重要 但是相机他就不用太贵 但是他也可以拍摄 也可以创作 然后你说这样子的 当你看的时候 当你看的时候 当他拍摄Red Weapon 跟他的T3i对比的时候 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当你曝光正确的时候 佳能相机T3i 一个差不多2000块 可能2000块人民币都不到的相机 对比一个那么贵的相机 当你曝光精准 或者光线用用的好 如何懂得布置光的时候 拿出出了那个敏锐 或者锐度 没有Red Weapon那么锐利的时候 但是整个的 从色彩 从各方面 你会发现也是不错的 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 其实今天很多时候 相机成本已经慢慢的降低 它虽然不是达到专业的 可用的可靠性 你需要很多的知识 去了解相机的极限到哪里 当你好好了解相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极限 并不会比很高的相机太差 如果在网 只是在internet 或者在网络上看的话 但是如果你是拍摄给电影院 给这些去看的时候 又不同 你说所以这样子 我们今天就聊到一个相机的成本 所以我们再看 他讲的一段话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 讲解一下 所以我们开始 跟费相机的相机 现在在2014 David Fincher 用了 The Red Epic Dragon 去拍摄 他的拍摄 《Gone Girl》 然后 The Red Epic Dragon 在那时 我认为 $50,000 each 而且 他们有四个 所以 当你加了 所有的小充电 和充电 他们需要 就说 他们花了 $400,000 上 相机 那是 很多钱 但 The thing is, that film cost$61.000.000m to make so their camera budget was only roughly 0.6 percent of the total budget So what if low budget indie film makeers are actually spending a much higher proportion of their budget on cameras Well for exampleif you have a sony a7s a camera that costs right now around $3,000 then in order to have the same proportion of your budget as Gone Girl you would need to be working on a half a million dollar project 好 所以刚才你看了就是他所讲的相机的成本 所以相机的成本其实如果你要制作一个影片 一个生活工作的话 相机成本大概是0.6% 就0.6% 所以就看你整个的成本相机是用多少 如果你只是用 所以你拍到电影 他的成本或者他的资金是那么多 他用个0.6% 如果你是假如你是拍摄A7S0.6% 如果A7S是3000美金的话 0.6%就差不多50万美金 就是500千 50万美金 所以你有50万美金的资金成本 你就可以用个A7S去拍摄 所以其实我现在拍摄我Vlog 已经是超出这个成本的控制预算了 因为当一个资金用的时候 相机占的只是0.6% 你还要需要演员 演员的助手 或者是各方面声音 后期等等 你的人工 这些算进去 人工你要想你的Holiday 因为人工你不是给小时 如果每次你计算人工的时候 你按小时算的时候 你要把他的假期也要算进去 所以有的时候在制作 在团队方面的时候 你不要再相机花太多的钱 所以他也有制作一些的影片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如何之前讲 如果你拍摄做任何东西 你赚取的费用不够的话 你怎么去支持你的生活 所以理想跟现实是要存在的 任何的拍摄 你都是需要付出 需要金钱 就像我拍摄我的Vlog 我就做好一个打算 我的资金是我自己要给我自己 我的时间自己要给我自己 这是我的钱 我的频道 我想讲的 我想录的 我的视频 我做主 甚至不是你们说的算 你们看不看 我个人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不是靠着生活 但是我是 所以这个是我的兴趣 而我兴趣爱好 但是我的职业并不是做这个的 所以我有另外一方面的收入 去支持我的兴趣爱好 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我为什么把兴趣跟职业分开 因为兴趣是纯粹的兴趣 就可以好好享受我的兴趣 拍摄的心态 走的路 因为钱一进来的话 兴趣很难 就变成悲剧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世界杯 所以当你看球 是兴趣喜欢享受足球的话 你一旦买了 赌球了 你看球就是一种折磨 然后你说 那赢球很赢钱 但是当你没有赌球的时候 你看球是一种享受 一旦你花钱去买了 你就没有选择的自由 你就是一个折磨 所以我是很享受世界杯 以后再跟大家讲 分享 好 现在回到相机 所以相机当 Sarcon这个人的时候 他是慢成慢慢成长 你看到他整个 从刚开始拍摄小的相机 他有很多限制 当你好好了解相机的限制的时候 他如何能够输出最好的画质 在拍摄当中 你慢慢熟悉 你相机慢慢使用的时候 他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可能做的没那么好 分别在哪里 所以当你越用 你越比较的时候 相机 跟高端的相机 分别在哪里 你并不说 用的贵就一定好 用的好就一定贵 用的贵就一定好 或者用的好就一定贵 对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所以当你慢慢看 慢慢理解的时候 所以之前有人问我 我应该怎么样开始拍摄 或者怎么样想入这行的时候 简单 你拿起任何一个相机 若没有钱的话 存一点钱 一两千块 买个二手的 佳能600D T3比600D还便宜 好像T3 一千多块二手了 镜头你不需要 你先买个35 或者最便宜的镜头 就开始拍 甚至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 你就买手机开始拍 但是声音一定要解决 因为拍视频的话 声音是很重要 所以这样子 当你拍摄一年 当你拍摄过程当中 了解你的相机 知道困难在哪里 你就知道如何去解决 所以 简单从简单的相机了解 去拍摄创作 这个人 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成 成长 学习 而不是一开始 就用最贵的相机 如果 一开始 你就用最贵的相机 你拍的不好 是很丢人的 但如果一开始 你用最便宜的相机 你拍的不好 你可以赖在相机身上 但这个不是专业的 就是你可以说 因为我相机用的不好 但是你可以再学习 就人家不会 骂的人太多 如果你投资一亿 你拍出来的电影 只赚了五千万 人家骂死你 但是你投资 五十 你拍的电影 赚了十万 人家都会觉得 这个就是赚钱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赚钱的心态 他在讲 不是赚钱的心态 就是如何 当你拍摄的时候 你要注意成本 控制成本 控制成本 你要达到质量 所以当我拍摄我的视频 我Vibro的时候 我花的时间 我不希望太多 我简洁的 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慢慢分享 我这种心态吧 就是说 这个心态 制作的时候 我如何控制 我的时间成本 我的相机成本 我的各方面的成本 所以当你这样子 使用的时候 并不是说 你一开始 就一定要追求 最好 最贵的 因为毕竟 好的相机 所能够做的 现在比较低端的相机 也未必差得很远 不是说一模一样 未必差得很远 但是你要懂得了解 你说不要以相机取人 不要以外貌取人 因为可能那个人 将来所达到的成就 比你现在还要更好 所以任何人 我不敢轻看 但是如果 如果以貌取人 你以什么眼光 去看待人家 人家就用什么眼光 去看待你 而这个时候 你如果高高在上 一旦你掉下来的时候 人家 对你的 风潮落风 是很难受的 但是如果你尊重的眼光 尊重别人 别人也就会 尊重的眼光 去尊重你 这个也是其中 专业精神的 其中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 你的态度要正确 你对机器的态度 不要太过的迷信执着 然后如何创造出好的视频 有创意的视频 然后走这条路 很多时候 谦卑的人 才能走得远 而骄傲的人 他们都不觉得自己在骄傲 你听这句话 好好去想 好最后 给大家看 另外一个人物 也是我蛮喜欢的 就是藤原拓载 人家在叫 伊我的时候 伊我第三代 第四代的时候 那么厉害的跑车 我驾我的A186 就够了 好 下次有机会 再见 我要买GTR 我买Benz给你 我要买GTR Gadget 佬 我要买GTR 但你昨晚差点死 我昨晚如果拿GTR 我洗炒 你家GTR死了 我要买GTR 最后跟大家讲 What you want is not what you need 就是你想要的 并不是你需要的 所以你需要什么 还是你想要什么 所以相机是你要认识到 你需要什么的相机 跟你想要相机 当然我也想要的 菜式镜头 我也想要很多 但是我需要的并不是那些 其实我A7R2都够了 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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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